14年前国庆驻美代表处停止运作 国民党多次传出要在华府设立代表处 到今年终于踏出第一步 目前完成政治组织登记 外国代理人注册 招募本地员工 以及确定实体办公室的位置 从国民党驻美代表处 可以看到国会山庄 这个位置呢 它离国会很近 然后呢在宾州大道之上 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呢 所以这个华府的租办公室的 这个空率蛮高的 那我们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钱 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建立管道 稳定沟通 然后呢建立双方的互信 国民党国际部副主任黄玉军表示 这次在华府有接触美国行政部门 国会和智库 从2013年到2021年 在华府的台湾政党代表处 只有民进党 现在国民党也来了 他认为这是展现台湾的民主 以及多元的声音 两党可能在一些政策上 有所差异 所以我们常说 当国民党也来华府设立代表处的时候 这对于台湾来说是深化民主 美方可以看到台湾有多元的声音 降低美方对台湾的一些 政治的判断的误判 告诉大家说 我们很重视台美关系 所以我们人在这里 那来这边呢 做事是比较方便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以 这个不定期的 或者说这个巧遇的 孩子不孩子 国民党驻美代表处准备就绪 要等党主席朱立伦 访问美国才会接牌 但出访的最大变数 还是在疫情 最快在春天 渴望访问华府 纽约波士顿 以及西岸的洛杉矶 和旧金山 TVBS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